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固执吗 就不要去求医 尤其是跟性功能有关的这个障碍 都觉得不好意思去求医 对 当然 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关乎到一些面子上 或者是我们一些自尊上的一些状态了 那其实如果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千万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绝对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出发的 大家知道吗 据说这个阳尾可能会导致这个关心病 是 到底这个真相如何呢 稍后我们会请出泌尿科医生 跟我们来谈一谈 而且这个阳尾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预防 跟治疗等等的 锁定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大主题 阳尾也称为勃起功能障碍 是男性普遍闻之色变的一种病症 担心总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对男性来说 性功能问题关乎尊严和颜面 所以即便社会已经步入资讯发达的21世纪 但似乎无法改变男性自身及社会富裕的心理枷锁 导致至今依然有一些患者在面临问题时 不愿意开口求医 根据近代医学研究证实 阳尾不仅是房事或是面子的问题 它与心血管健康也有着直接的关联 如果阳尾不及时求医 患上关心病的几率也将大幅度增加 究竟为何阳尾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不幸患上阳尾又该如何治疗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跟着泌尿科医生一起来了解 阳尾的前因后果 及早寻求治疗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就是泌尿科专科医生 方文元医生 Dr.鳳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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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说的那个男生比较不好意思去求诊 或者说去看医生 这件事情真的吗 还是这样吗 就所有的男生还有这种思维吗 对对对 其实还是很多病人都是 还是难以提示的 对对对 毕竟是社会的经济吧 对可能说去到看医生的时候 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对对完全正确 那我们来谈谈 其实在大马的话 有没有一些数据来看 其实基本上我们男性 阳尾的这个情况的话 那个数据高吗 对对对 其实在最新的马来西亚 我们的统计来讲 数据是蛮人担忧 是越来越高 其实而阳尾这个问题 其实是发生于就是 40到70岁的男性之间 然后最常见的 如果是我们讲70岁的病者的话 大概有80%或90%男性 就患有阳尾的问题 60岁以上吗 就是60岁以上 对 然后40岁以上 大概有4到50%的男性病患者 都有这个问题 意思说10个男生 有5个会有阳尾 当然我们的阳尾 就是有不同程度吧 对 就是年龄越高 阳尾的年重性就越糟糕了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是40岁以上 那有没有一些 是发生在40岁以下的 或者更加年轻 比如说18岁 20几岁 青少年阶段 对 有 就是在我们的门诊方面 就是我们有病人就20多岁 10多岁就是有来看门 不过毕竟这方面的病人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是 生活压力 然后生活不协调 饮食方面也不好 饮食方面 对 工作不顺利 压力之类 我们都是很多时候 都是心理上的障碍 多过于生理上的障碍 这种病人 我们就其实要辅导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 因为毕竟可能还在求学时期吧 所以他们面对可能心理上的障碍 可能就是求学那种 因为还没有踏入到社会工作 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压力 影响到的话 那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来正视了 是父母亲不要给孩子那么多压力 对 好我们也来定义一下 到底怎么样才称之为阳尾呢 阳尾呢定义就是 当男性完全不能勃起 或者是不能达到一定的硬度 来进行方式的话 那就是阳尾 不能勃起是 还是说他勃起跟以前比较的话 没有以前的那么的顺利 有没有可能 这方面如果是只要可以勃起 可以进行方式 都算是还蛮OK 只是不能勃起 还有那个硬度不能进行方式的话 我们就叫阳尾吧 可是刚才那个 对 同样的这个硬度也一样 如果说它影响方式的话 意思说它就是阳尾了 这完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 性功能障碍 对 性功能障碍 就是性功能障碍 我们就是在 我们有个国际国企指标 里面就有大概有五个项目 就是里面有包括我们的信心 男人的信心 可以勃起的信心程度 然后第二就是可以勃起 然后第三就是勃起 然后可以进行方式 然后可以完成方式 然后最后就是满意程度 方式过的满意程度 全部加起来就有个指标 就是可以把那个勃起 就是阳尾的程度 就是 either归入于轻微中性 或严重性 OK 那很好奇的就是 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阳尾这个情况呢 当然如果是从心理层面的话 也会影响到生理 那如果在生理上的话 会不会可能哪一些阻塞了 还是什么这样的情况呢 对对 非常好 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我们如果是讲阳尾的原因的话 就是年轻的 我们年轻的和年迈的病人 年轻的刚才我们讲过 就是生活压力 工作不顺利之类的 工作是生理上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然后年迈的病人就会 大概40岁或50岁以上的话 就是很多时候 他们如果是有血压高 糖尿病 还有那个胆固醇过高 他们都会影响 山高 对 山高 都会影响我们的那个 阴静的血管 就是血管 这个血管 就是我们的阴静 就是有很多小微小的血管 就是动脉和静脉组成 然后这种血管就是 如果有那种山高 它会组织造成那个血脉 就是那个血脉阻塞 就会引起那个阳尾 然后还有那糖尿病的病人 就是他会影响那个神经线 还有那海绵体的神经线 所以间接地影响 间接地引起那阳尾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有些病人 就是有做手术 比如切除前列腺癌症 过后也会影响海绵体 还有那个神经线的 附近的神经线 当然也会引起阳尾的问题 其他手术呢 会不会引起这个阳尾的问题 除了那个前列腺的手术 对 如果是有做电疗 电疗 病人电疗的话 也是会引起前阳尾的问题 了解 如果是长期服药 好比说可能一些糖尿病患者 还是什么的话 这些会影响到吗 药物会不会影响 药物也是会影响 不过最主要是归于 那个病人 他们的血糖 还有他的血压高 因为控制得好 因为病态本身就是可以影响阳尾 那加上这种药物 它就是可以更加 就引发到它导致更严重 更严重 对 那荷尔蒙呢 荷尔蒙在这个阳尾的部分 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对 荷尔蒙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勃起 就是因为我们男性荷尔蒙 是 那个我们叫做 Testosterone 睪丸技术 就是当年迈的病人 进入大概 大概六七十岁以上 他们就会 那个睪丸技术就会下降 这样会引起就是 没有什么性欲 当然也会引起 阳尾的问题 还有一个神经线受损 对 神经受损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神经线受损很多病人 就是我们有脊椎骨 脊椎骨 比如我们车祸 脊椎骨 影响到神经线 或者是病人做手术 刚才我熟悉的 前列腺控制 就是做了手术过 或是电疗 就会弄死附近的细胞 还有那个神经线 就间接导致阳尾 就是好像一种 传导物质这样子 它减少了 所以它的神经线 就不发达 就会导致这样子 对 前列腺 那个神经线 就是负责勃起 还有我们的那个湿镜 那个我们控制 那个小便和大便的 那个神经线 就是那一方面 那一块 如果是有影响到 就会影响到问题 还有那个阳尾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 到底这个阳尾会不会导致观心病 它跟观心病有什么关联吗 OK 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阳尾跟观心病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病态 是 不过阳尾其实是一个警告 就是因为刚才我所说起的 阳尾就是这里的 阴境的所有的水管阻塞 这就是证明的 除了阴境水管阻塞的话 其他身体所有的水管 都有可能阻塞 就比如我们心脏 如果心脏水管阻塞 就只有心肌 梗塞 观心病 如果是其他主 还有其他血管 比如脑血管阻塞的话 就中风 再这样剩了 如果剩了水管阻塞 就会用成剩 帅血 可能要洗剩 阻塞的问题 所以是 它们是息息相关的问题 是 但我们要厘清一点 它会导致观心病吗 阳尾 不会 它不会导致观心病 不会直接有这个观点 就是一个警告 对 就是有一个怀疑在那边 你可能其他的血管也阻塞了 因此如果你有这个阳尾的话 尽早去求医 同时也让医生知道 然后也要再去做心脏的检测 对 对 这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是阳尾 我们看到病人有阳尾的问题 通常我们会送它去上心脏科医生 就做个详细的心脏检验 如果是可以检验到心脏问题 就会制造治疗 对 不过据说 我曾经好像有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MCO的状况 对 对 然后这个MCO之后 就有一个数据就显示说 男性有阳尾的这个数据好像增加了 对 提高了 对 我也是有看过这篇报道 就是我想到其实是因为 那时候我们的那个COVID-19 那时候 大家就在生在水生活的之中 都很憋怯 然后就是很pressure 压力 所以这无形中也会用成心理上的支出 对 导致阳尾的问题 再加上那时候有行动管制令 大家不能出户 就是不能运动 也是可以导致阳尾的问题 那病毒呢 病毒会不会导致阳尾 它会是间接的一个导致吗 就是很多很多说法吧 就是在国际上很多说法 就是我们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具体的证明说 这个我们那个 either是疫苗 或者是本身那个病毒 可以导致阳尾的问题 我们就看到报道 可以导致阳尾 可以导致中风 还有很多这种说法 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 就不要道听途说 因为网上真的有很多资料 包括有些人说 你怎么样的一些生活形态 跟生活方式会导致阳尾 比如说一些人说 这个手淫过度 就可能会导致阳尾 这是有根据的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迷思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手淫就是蛮不便的 就是我们是 我就换个具体来讲 就是手淫 我们不要太依赖手淫 就是因为病人太依赖手淫 而达致高潮 或是勃起的功能 相反之下 如果他跟他的另一半 或是伴侣 在刑防的时候 就不能得到手淫所要的感觉 带来快感和勃起 就是有一种手淫的依赖性 所以就导致阳尾吧 就不是因为手淫过度导致阳尾 就是因为手淫依赖 那种感觉 达到高潮 而无法在伴侣上得到 就导致阳尾的感觉 是 其实我们都很好奇 基本上的话 我们怎么样定义阳尾 那男性勃起的时间 大概是可以多长 男性勃起的时间 其实是可以蛮长的 不过我们如果是讲 方式方面 方式方面 其实就是我们大概 就是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统计 大概三到七分钟吧 其实就是三到七分钟 也方式正常的方式 三到七分钟 超过十分钟以上 当然就是属于比较不正常 因为有一些男性 他是以这个时间来作为 到底我是不是阳尾 对 为什么我那么快 对 当然快的话 也有一个早泄症 对 那个我们又另当别人 对 那就是另外一个平台 只是说 刚刚医生提到的是 三到七分钟 对 国际中 认可的三到七分钟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说去追求 可能一些比较更久的时间 没错 没错 对 最主要是大家满意 心灵上伴侣 就是心灵上交通满意 沟通满意就好 好 我们刚聊过了这个阳尾 那下一段回来 就会请教一下医生 到底这个阳尾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治疗 有什么药物 而且呢 还有怎么样的预防方式 对 没错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先关注一下 男性生理健康的迷思 有哪些 男性生理健康迷思 结痂会影响性功能 在网络上 流传着许多 关于男性结痂会影响性功能 性欲或是无法射精等迷思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精子是由高丸制造 而结痂手术是绑住男性的输精管 让高丸的精子无法输送到精液当中 从而达到避孕的效果 在严格遵守手术操作的规程下 理论上对性功能的影响很小 结痂会影响性功能的迷思之所以会流传 是因为许多男性在结痂以后 会心理暗示自己的性功能受到影响 久而久之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 导致面临性功能障碍 不孕都是女方问题 在传统观念中 一对夫妇无法生育 都是因为女方的肚皮不争气 但事实上 男方也有可能是导致不孕的一方 比如经验量与活动力异常 性功能障碍等等 都是男性导致不孕的因素之一 在不孕因素方面 单纯女方因素占比40%到45% 男性的占比30%到35% 双方共同因素大约20% 由此得见 男性对不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男性生育率的评估测试非常简单 单独的经验检测就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断 中年才会面临性功能障碍 近年来 性功能障碍已在全球范围成年轻化的趋势 无论是身体潜在的健康问题 心理压力等因素 都有可能是导致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原因 不少研究也证实 感染新冠病毒会对男性性功能造成影响 男性性功能障碍已经是日趋普遍的问题 泌尿科医生建议 在面临问题的当下 最好及早与伴侣坦白 并共同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 千万不要因为羞耻心而不求医 擅自服用民间的偏方等等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活力加油站 今天谈的课题就是关乎到 男生非常重视的幸福 可以这么说 那如何重整雄风呢 其实说实在话 如果是有面对到这种情况的话 真的是要正式跟 以健康的角度来去看待的 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 Dr. Fong 这个阳尾有没有前兆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观察到 我是不是开始要 步入这个阳尾的情况了 对 肯定会有证兆的 就是有几个非常重要 第一就是我们讲晨波 就是晨早 早晨的时候 大概8点到11点的时候 勃起 自动勃起 因为那时候8点到11点 男性那个睾丸 技术是最高的 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如果勃起 晨波有在的话 就是没问题 如果没有晨波的话 就可能有一个警告 就是慢慢进入阳尾的问题 然后第二就是性欲减低 就是比较比较 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看因为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对 因人而异 需求而异 只是关于那个晨波的话 一般上就是发育的男性 对 可能十二三岁发育了 对 都会有这个过程 对 血气方刚的男性 几乎是每一天都可能有 几乎如果是没有其他 生理上的问题 或是性格上的问题 都应该会有 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对 就是说我们老化 所以它也会影响这个晨波 可是这个就不算是 也算是阳尾的一个迹象 对 阳尾的迹象 对 因为荷蒙 技术荷蒙 若是年老 时间的减少 就是硬度也没有这样好 性越减低 也是导致阳尾的问题 那刚刚Dr.提到一个很关键的 硬度 你这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对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形容这个硬度 对 就是我们拿一个 非常简单的用具来指标一下 就是我们看这里 硬度有分为四个阶段吧 第一个阶段我们讲是 这个是最硬的 最硬的就是我们用黄瓜 黄瓜来比喻 对 就是最硬 第四 四号是最硬的 然后再下一点就是我们讲香蕉 就没有泡皮的香蕉 带皮的香蕉 对 还有带皮的香蕉 硬度还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没有这么硬的话 就是泡了皮的香蕉 就是比较软 然后硬度完全是 最差的硬度就是豆腐吧 豆腐 就是豆腐 就非常脆弱 很软 非常脆弱 对 那就是说正常的男性 一定要达到这个黄瓜的硬度吗 还是说有一些人 他自从他发育了之后 他的硬度最硬 也只能够在这个 我们说第三的阶段 对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对啊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达到 黄瓜的硬度 不一定 就是在有带皮的香蕉 比如三 或者是一文二 就是没有皮的香蕉 只要可以完成方式的话 我们都可以算是 不错 不算是阳尾的问题 像我们带到我讲的 那个国际指标 那个博企功能指标 要有五个四项 如果可以达到五个四项的话 就是可以属于还好 只是那个指标 有一定的分数 可以把归纳成 严重轻微或者是中心的阳尾 我觉得方式可以完成的话 就还好 是 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个 杏玉 陈伯 还有就是这个硬度 就是只要说 其中一个出现问题 就要去就医吗 还是这三个同时出现 才要去就医 其实不用等到三个同时出现 我觉得如果是其中一个有影响 因为要明白 陈伯是建制于我们的阳尾 但是比如讲性欲 性欲不一定是阳尾的迹象 性欲可能是男性荷尔蒙技术下降 或是提早那个 韩性荷尔蒙迹象下降的话 也是一个病态 也要及早求医 也不一定要等到三个同时发生 其中有一个的话 就是有发生在身上的话 就应该及早求医 了解 那如果是检测上的话 是不是也要依据就是可能 看那个男性的荷尔蒙为主 还是怎么样来去检验有没有对阳尾 OK 就是如果是病人来找 我们找有阳尾的问题 我们就首先就是检查男性的荷尔蒙 然后如果年老病人的话 他们比如有血压膏 糖尿病 或者是胆固醇的话 我们要检验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血压膏糖尿病的 那个控制 三高的问题 对 三高的控制 就是他们也没有定期吃药 血压膏也没有控制好 血糖也没有控制好 因为如果他们这种不控制好的话 他们会提早得到阳尾吧 如果是他们这种病 就是控制得很好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 如果心脏病的病人 也是要看有心脏 我们的星座星殿图 看心脏病 有没有就是控制得好 有没有医的好 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方面要可以检验 对 那检验了之后 如果真的是确定了阳尾 开始阳尾了 那有怎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我们从最基本的先说起吧 就是比如那种坏习惯 他们要改掉坏习惯 比如酗酒 抽烟 肥胖的病人就要减肥了 熬夜 对熬夜 那种生活 那种喜气规律化生活 对 如果是这种解决过后 还是不能 阳尾还是有出现的话 他们都有口服药 口服药 口服药 我们也生了很多种的口服 就是经过马来西亚卫生部 核准 核准的 核准的那种药 就是可以施那种药 他们的那个药的功能就是 把那个软面体膨胀 就是血液输入 就可以把 可以使到那个硬镜搏起 那个药 就是药有很多种药 有哪几种的 在市场上面 我们也分为一个短期和长期的 短期的就是 我们通常所听到的就是 尾哥的 尾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长期的 就是可以长期作用的 就是我们叫Cialis 又是另外一种药 他们就是 他们的功能大概是一样 不过他们的那个效果的 时间不同 还有其他他们的 还有其他方面的 比如他们的副作用 也是大概相同 有哪一些副作用 对 副作用最常见的 病人吃的那个药过后 通常都会 有一些病人会觉得 头晕 因为它降低血压 然后有些会背后痛 作呕的感觉 有些病人看在 视线会变成蓝色 对 视线会变蓝色 对 都是有这种 比较少见 不过有 有病人就是有这种 病症或情况出现 可是我在猜 应该不会长期要服用这些药吧 OK 其实这种药 其实是没有什么风险高的 除了是 如果是我们讲 病人有心脏病的话 有吃那种新冠病的药 可能就是不适合吃这种药 如果是病人 如果没有这种心脏病的问题的话 是可以安全地使用这种药 是 讲依赖的话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病人需要的话 这种药有帮忙的话 帮助到的话 其实是无害的 OK 了解 那在这里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 有一道问题 对 它的手机尾号是3048 它就想要请教董哥 就是说 如果是吃一些前列腺的保健品 可以预防 harm 前列腺的保健品 我想 其实是 狀制于前列腺肥肿 而导致尿 去改善它那个肥大的肥料 对 试镜 贫尿 不能忍尿 专注于是 医治 我们小便 那方面的问题 就是前列腺 如果是阳尾的话 阳尾的话 其实有保健品 没有太大的关联 保健品其实没有它的关联 但我们还是要奉劝大家 这个药物 真的不要随意在网上 或者地摊上买 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 开了这个处方 开了药方 大家才可以放心地去吃 对 来路不明的药 就不要 不要很小心 我们在电视画面上 有看到其他的治疗方法 有一个是低能量振波 对 低能量振波 就是这个是蛮新的 一个技术 它就是以前我们用 高能量振波去振睡 尿石 这样他们发现到 这个低能量的振波 其实可以来抑制阳尾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超声波 低能量超声波 放在阴镜上 然后就用超声波 来系那个软面体 导致软面体就是 受损过后再形成代谢 新的组织在发生 这样就可以有新的细胞 就是可以养起 勃起的功能 这个可以自己在家处理吗 还是一定要到 一定要到 一定要 而且要专科 密尿科医生 不能够说自己买 这个机器在家 不能 它有方法 而且就是要有 不同的 大概有 它的疗程 有一定的方法 要用多少的震动 对吧 对 那疗程的话 是要做一次性 就可以完全改善 还是要多很多次 对 大概六个疗程 六个疗程 对 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也看到 真空吸引器 对 真空吸引器 就是也是一个 不过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我们讲是要道具吧 道具就是 已经蛮久了 这个道具就是 我们要用这个移具 就是 你还没有那个移器 是 就是放在那个氧具 就是 爆出一个真空 就是真空 把里面的空气都抽出来 对 就会引起 就是可以导致 薄疾的功能 这个如果 没有记错在网上看到 很多 他就说 他可以什么 增长啊什么 这个 他其实也是一种误导吗 其实 增长 就是 他的功能就是 真空 把真空 引起薄疾 然后就是可以 就可以进行方式 理解 对 正常我就 我不懂 理解 原来空气会阻碍薄疾吧 主要是 让这个血都冲到阴间 对 对对对 这个真空气 快速给他冲过去 他就是 create那个真空 一个 negative pressure 就是那个压力 然后就把那个血冲进去 那海绵体 就引起勃起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预防这个 阳尾的病症吗 医生 对 阳尾病症 我们就从最基本的 所写 刚才我想说的就是 不要睡觉了 少抽烟 肥胖 然后不要熬夜 适量的运动 运动很重要 对 运动 然后饮食 饮食齐聚非常重要 清淡的 我发现男生 其实都喜欢重口味 所以其实清淡 饮食很重要 就是除了就是 提防阳尾 就是对身体也好吧 就是 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谈 要去找泌尿科医生 就是肯定是找 泌尿科医生吗 还是要去找一个 不孕科医生呢 其实如果是 阳尾的话 我们是找泌尿科医生吧 如果是不孕的话 如果我们讲 一个一对夫妻 有不孕的问题的话 我们男性 如果是从男性方面下手的话 我们要检验 很多方面可以检验 就比如 精虫的质度质量 应该是找我们 泌尿科医生 女性方面可以找 妇肠科医生 就是双管齐下 我们可以 治疗这个不孕的问题 对 就看它关键的 引发点在哪 对 找出根源 对 找出根源 可是这个治疗的成功 其实挺高的吗 非常高 真的是非常高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 有这一方面的困扰 一定要去看医生 一定要看医生 因为他们可以讲 是大概90% 不孕可以90%以上 我们回顾一下 刚才医生有谈到的 如果说成膊开始变少了 硬度也开始越来越低了 还有就是性欲也越来越减弱了 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方式的话 就真的及早去看医生了 对 及早 东格阿里 东格阿里是生长于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越南和辽国等地的 雌雄异株长绿树 作为东南亚国家的药用草本植物 在大马更是拥有马来人生的美誉 东格阿里全株皆可需要 但是药用部分主要源于根部 其萃取物具有提升体力 减轻疲劳和杀菌等各种的功效 除了作为药物和保健品 东格阿里还被作为能量饮料 咖啡和改善性健康补充剂中的 常见成分进军商业市场 卡宾达树皮 卡宾达树多产于非洲西海岸的热带地区 在民间 卡宾达树皮被广泛应用 比如被当地土著用来提高生育能力 用于治疗神经虽弱或者是感冒 根据研究表明 卡宾达树皮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用于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 卡宾达树皮可通过水煮 泡茶或者是泡酒等方式饮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患有性功能衰竭 呼吸困难 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则需要小心食用 营养货 营养货主要分布在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等地 一般生于山坡草丛中 水沟边灌丛中以及盐边池缝中 在南北潮时 南梁著名医学家桃红锦发现 营养货经反复验证 证实该野草的强阳作用不同反响 随后将此草药载入药点中 中医认为营养货有骨肾壮阳 以及驱风除视的功效 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生殖 骨关节以及呼吸系统疾病 如果有口肝 手足心发热 炒热 以及倒汗等症状人群 则不予服用营养货 欢迎回来 那如果是谈到男性的这个阳尾 那其实可能我们一般想到 如果是以药膳或者是中医的角度 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古肾壮阳的一些汤了 所以来到了这个环节 我们就来请到我们的吴宇瑞博士 来教导我们一个壮阳 然后又可以益胜汤 吴医师好 大家好 那吴博士其实我们来说 其实这个壮阳基本上就是 关乎到我们的肾虚吗 是的 就是说一般的话 我们就是说一般有这个问题的就是 通常在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中老年人会有一些肾虚 肾气比较不足 声音比较不足的现象 那但是呢 现在因为可能是工作压力各方面的 可能就偏向于越来越年轻化 年轻人也有这个问题 就可能他们的压力啊 对 导致的 或是说有一些 因为压力导致的忧郁啊 焦虑症这些东西 都是会引起到这种阳尾的问题 OK 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慢性病 因为现在吃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大家就慢性病会比较多一点 对 就好像刚刚我们方医生有讲到 那样三高啊 对对对 三高 那三高的话引起的话 它就会引起到我们的这个 声音声扬这些不足的现象 就导致这个性功能障碍的问题 了解 那今天的这个汤就是完全是适合男生吗 还是只是可以撞羊来去调整吗 一般的话就是说我们 不管男女都是会有 声音声扬的问题嘛 所以经过 我们年纪大了之后 声音声扬通常会比较不足 所以这个汤的设计呢 不是只有针对男性而已 女性呢 他也是可以去试一 适当地喝一点 也可以调补的 对 也是可以调补阴阳 剩的阴阳 OK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药膳里头有的这些 中药材有哪一些 那第二个 这是什么 黑黑的 第一个这个叫做肉从容 肉从容 对 肉从容的话 它就是比较 有意思说比较润的之音 就是声音的 它比较多一点 OK 对 然后对于就是说 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遗经啊 或是早泻的啊 或是圣经不足的这些人 或是说腰膝酸软的这一些 这些人都可以用这个 肉头龙来调理这样子 了解 这是比较那个滋音这样子的 对对对 然后一般它是长在那种 沙漠地带的 对 沙漠地带 所以它就是这个 了解 那再来这一个 这是什么 这个叫索羊 索羊 对 意思你看 你看它就知道了 对啊 就是很羊的那种感觉 就把它羊锁住了 对 所以它就是补羊 就要壮羊比较强的一些 一个药物这样子 它好像是一种树皮 还是植物类的那种 对对对 它是一个树枝的 对 了解 对 OK 索羊 然后再来就是山药 山药其实挺温和的 对 山药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药食同源 也是常用的 就是当作药也可以 当作是食物也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当作它是一个 补肾跟补 这一个脾胃的一个 很好的药 为什么 对 养音也很好 对 因为它这个脾胃啊 如果说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是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我们要这个 男孩子要那个的时候 需要很多的这个气血 足够才可以 对不对 了解 对 所以它这个有补气的作用 跟这个补血的作用 好 明白 然后再来就是枸杞 枸杞也是很常见的 我们常见就是补肝肾嘛 所以它有液晶的作用嘛 好 然后就黑豆 黑豆也像我们说 那个黑的话就入肾 对 所以就补肾的作用 对 然后再来今天有用的 就是一些排骨 对 对 对 那首先呢就是排骨 可能先汆烫一下 然后过一下那个血水 是啊 是啊 过血水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药物 药膳 就全部就加入这样子 是 好 所以这个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就完全全部就加入 然后大概也就包一个特定的时间 那就完成了 是这样吗 对 包滚了 我们再滚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哦 这么简单喔 对对对 这个煮很短时间而已 是 可以的 大概半个小时而已 对对 OK 那这个其实就很建议给一些 比较中老年人就很适合 是 那如果年轻人的话 年轻人 血气方刚 适合吗 是 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就有些 就是说可能在这方面需求过度了 对对对 所以过度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亏虚嘛 圣经亏虚嘛 所以这个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汤来做一个调理 来调补一下 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到现在年轻人 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熬夜 是的 是的 那对于这个的话来给他一些滋 滋阴可以啊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 肉从容啊 或是说我们的这一个枸杞这些都是滋阴的 对对 所以滋肾滋阴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可以帮他们补足 就是说他们因为长期熬夜 所以耗鼠精益所推行 了解 OK 所以这个排骨的话也是同时加入 对对对 完全就是一起加入 对 然后来去熬煮 大概半个小时 那就完成了 是 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个今天教给大家这个壮羊 然后益肾汤 其实也不仅仅只是适合男人 其实女性或者是中老年人也非常的适合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今天整个制作过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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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cho bas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大概煮了半个小时之后呢 那成品呢 就是这样子啦 我现在来试一下那个味道是如何了 来喝一下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喝耶 因为一般我想象你知道吗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壮严 好像都会可能有点苦苦啊 还是什么 可是一点都不会非常的好喝 而且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是 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滋鹰的药 都会比较甘甜的味道 对 所以比较容易入口 对 那这个的话 因为它也有提到这个壮阳嘛 那很好奇的就是 因为刚才我们说壮阳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这个鹰一起来补呢 就是平衡这样子 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医来讲 是营养要平衡的 所以一般的话到年纪上了之后 我们的营养都会比较亏虚一点 所以我们要补就要一起补上去 不能说只是补羊 羊气太多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会发热气 哦 了解 所以要一起平衡 对 明白 那这个烫饮的话 有哪一些人是不适合喝的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 现在如果说有发炎的状况 有发热气的状况 就暂时先不建议 因为它有偏一点点 羊比较多一点 羊会比较多 所以导致说它热气会更严重 对 所以就不建议这些人去喝 OK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那这个呢 汤饮是非常的好 当做一个药膳来补身子 是非常棒的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吴博士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呢 我们有一位 非常棒的发型师来教导 我们一些现在流行的男性的发型 千万别走开了 欢迎回来 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就是活力好亮眼了 过去呢 我们学过了 就是卸妆 化眼妆等等的 跟女性相关的 今天呢 我们终于要学一学 如何为男士做一个头发造型 先请出我们的头发发型设计师 她就是Melvin Melvin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模特儿 她就是Emen 两位好 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 三七分的头发 是韩式的 我们先说一说这个三七分 二八分 一九分 这个是怎么样去定义 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发型 它是一九还是二八呢 接近二八一九 二八一九 对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三七分 它大概是在怎么样区分它呢 就是在你的眼珠对上 眼珠对上就是这边三 这边七 对吧 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吗 是在眼珠对上就是三七分吗 可以这么说 可是要似乎每个脸型 不同的脸型 是 今天我们的Melvin 要教大家做的就是 韩式三七分 微分碎盖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脸型变得怎么样 然后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氛围呢 它会比较显得有活力一点 然后它最主要的就是这款发型 它的两侧的旁边 它是比较不建议把它推得太短 对 比如说我的就很短了 对 就很干净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说 密尼卡吗 密尼卡 对对 它的这个就是 所谓的碎盖 就是在旁边有一些头发 对 好 马上要开始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怎么做 我们会先采用碰碰粉 然后往头发的发根去碰 它的用意是让头发看起来比较多吗 让发根比较容易做造型 然后如果头发扁塌的 观众也可以比较容易比较蓬松 是 它就是粉状的 对 有没有叶状的呢 叶状的就 不太建议 它是比较属于海盐那种 不同的那个 ingredient 那原料不一样 对 这我们就稍微在发尾的部分 发根 对 就是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喷了之后 抓一抓 对 可以再利用夹饭去把发尾 夹一些纹粒 这个造型做出来你刚才说 比较显得活力 对 这是美男子的造型 对 我这个就是老实人的造型 我们要很明确地把它分一个界线吗 三期 不建议 不需要 不建议 就隐隐约约的 它就是三期分 对 对吧 我们用这个加板 把它加的时候 要注意哪一些呢 要注意温度 就是如果头发它是长期有烫有软的话 可能就会建议在160度左右 如果头发是非常健康的话 其实头发是可以承受180度的高温的 我们可以调节的吗 这个温度 对 一大部分的加板都是可以调节温度的 我刚刚看老师都是在加它的发尾而已 对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利用了那个碰碰粉 去制造了那个发根的碰度 所以在做造型的时候 这样子就可以非常方便 也非常的快速 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是 这个层次感已经出来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去喷上我们的 已经好了 好快 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造型 这个发尾的部分还需要说有一点卷的吗 似乎那个发型的长度 如果比这个模特的头发再长一点的话 它可以做更多的那个卷度 刚刚老师就放了这个碰碰粉嘛 它主要是可能这个头发比较塌 或者是很难做造型 如果有一些头发它比较硬比较容易做造型 还需要放这个碰碰粉吗 那就可以不必 还是取决于大家的这个发型跟发质啦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加板 它的这个温度买了之后就是只有那么高温吗 还是说它其实可以做出一些调节的 它可以去到100度或者是 这边里面可以调节是吧 对 让大家看一看 这边是可以调节的 对 因为我还以为说它只有一种温度而已 对 这边是可以调节的 不然的话可能会伤到头皮 头发之类的 对 好像刚才这个造型适合自己做吗 可以啊 非常方便的 都可以 对 不会有太多限制 就是在家里就是很容易的 就可以去做到这种造型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要去练习那个手法 这个有没有说一定要这个头发的长度 达到多少才能够做这个造型呢 比如说我的头发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做得到这个发型吗 比较困难一点 比较困难 对 可能需要把刘海的长度留到差不多眉毛左右 那才可以建议去可能去剪 眉毛左右 对 那尝过眉毛也是可以做 可以 就可以做更多的造型出来 给大家再看一看 来 我们转一转给大家看一看 这模特儿的发型 就这个后面的话 对 后面可以怎么做呢 它就可以拉了就是更多的那个层次上来 也不需要太怎么样去理会后面的头发 也是需要 它其实也是属于男生发型的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部分都是会显得 我们的头颅更加的完美一点 来转回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样子的一个发型适合怎么样的场合呢 其实去到一些 玩或者是去一些 event都是非常适合的 比较是在户外的活动 casual formal都ok formal也可以吗 就这样子的一个发型再穿上西装 可以没有问题 是 大家可以不妨在家试一试 如果说你的头发呢 有到这个眉毛的长度呢 就可以做一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型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更加的好看一些 美男子的造型 今天再次谢谢Melvin 还有Ema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跟我们的 哇狐狸好购物的两位主持人连线 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看 带给大家 Melissa跟佳琪把时间交给你们了 哈喽 俊斌 今天呢 一定要就是 让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睡在一张 很热的这个床上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有开冷气的时候 你整个背后应该都是湿漉漉 然后黏打打的 对 没错 尤其是什么呢 讲说床入这个东西 一用啊 就是用上十几二十年 对 都不会去换啊 也不会去整理的 但是呢 床上其实真的会 堆积很多的 我们讲说戏均啊 美均啊 尘埋 无字等等 这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 哇火力好购物 带给大家的 就是Diocchetti的 凉爽床垫 是的 而且是有加厚5cm那么多 而且今天呢 我们是有三个不一样的尺寸 让大家选择 Single Size Queen Size King Size 都有 都能够让你带回家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也是有这个 凉爽的一个科技 是 等同于说你 就是躺上去的时候呢 会让这一个 感觉更加的舒服 而且更加的凉爽 是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 绝对是啊 非常呢 品质保证之外呢 价格也非常的连移 对 所以待会呢 一定要留守在我们的 哇火力好购物 是的 把时间交回 给我们的军兵 谢谢我们两位主持人 我们这个床入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一天呢 都要花八个小时的时间 来睡觉嘛 因此呢 这个床入真的很重要 大家可以留守 稍后的 哇火力好购物 这个时候也要给你预告一下 明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 跟猫有关系 相信呢 有养宠物的朋友呢 或多或少都会 吸吸你的宠物吧 比如说狗狗啊 或者是猫咪啊 比如说我本身呢 也吸过我的狗 也吸过我的猫 有人说 这是一个很疗愈的动作啦 但是呢 从这个医学 或者说科学的角度来看呢 吸猫成瘾这件事情 可以怎么样去解释呢 而且在吸猫的时候 会吸入过多的 这些细菌啊 病菌吗 这些问题呢 我们留着明天下午两点呢 问问我们的专家 到底吸猫成瘾呢 会为我们的健康 带来哪一方面的影响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呢 都可以发送到 018-3700-792 今天节目时间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明天同学时间 我们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麦 を用来 用一个人翻译 订阅 ,請 kaum Massi 噢 mów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